直男小报告 大家好 我是高磊 这一期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腾市D92024款车型 话说这D9之前我们已经评测过很多次了 也做过对比 为什么还拿回来做呢 是因为这是一款2024年款的新车型 它是针对了很多旧款车型的一些痛点 进行了升级改造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它都有哪些升级 另外呢 就借着这个清明的小长假 我们是拿这台车去做了一个小的长途旅行 来看看它的能耗表现到底怎么样 小长假呢 我们是跑了一趟广州到湛江的来回 那车上有4个乘客 同时呢是满载了很多的行李 那接下来就看一下它的能耗表现 那首先是广州到湛江这一层啊 偶尔是有点塞车的 那平均时速是75 总共跑了414公里 出发时的电量是63% 抵达时是27% 用了36%的电 那这一台车呢是有40度的电池包 油耗方面呢是消耗了28.3升的油 那通过计算可以得出这种情况下 它的油耗是6.83升每百公里 另外一个点是湛江的市区通勤 我们总共跑了有110公里 耗时2.4个小时 平均时速是46 相对还是比较顺畅的 然后电量呢是消耗了7% 油量呢是消耗了6.2升 这个时候计算得出它的油耗呢是5.64升每百公里 亏电的工况我们也有记录 我们在湛江市区内走了128公里 平均时速是43公里每小时 那这个时候呢它的电量是从19% 反充到了24% 也就是充了5%的电 大概是2度左右 到这个时候它消耗了10.8升油 那我们通过计算呢得出它的实际油耗是8.44升每百公里 纯电的工况我们也有测试 同样是在湛江的市区我们走了33公里 然后平均时速呢比较低是16公里每小时 电量呢是从97%减少到了76% 是用了21%的电 那通过计算出来它的电耗呢是大概22.1度电每百公里 反充状态从湛江到广州是非常拥堵的一个状态啊 我们总共行驶了455公里 8.5个小时才跑完 那平均时速呢是只有53公里每小时 电量呢是从67%减少到了23% 消耗了26.9升的油 那通过计算这个工况下 它的油耗表现呢是5.91升每百公里 接下来聊一聊2024款的D9 都有针对旧款的痛点有大些生死 我们从前面讲到后面吧 首先就是方案盘上面 你可以看到这些按键呢通通都变成了实体按键 那众所周知啊这些触摸式的按键呢虽然好看 但确实一点也不好用 那这台D9呢从这个方案盘上面的这些按键 到中控台上面的这些比较常用的 比如说侧门啊那些按键呢都是变成了实体按键 同时它后排的这个最常用的座椅调节靠背的角度啊 还有前一后一啊也同样变成了实体按键 这个确实得给好评 另外在外观和内饰的部分呢新增了 吹灿指的车漆但是我们这台车呢是一个黑色 我暂时是没有看到那个吹灿指它长什么样子 但是我想象中应该会比较高级 类似呢也是新增了两款颜色啊 我们这台车应该用的是那个新的矿达米的配色 看起来呢确实是相当的温馨 在豪华感方面呢前排这个出风口是新增了一些亮条 看起来更豪华了同时这四个门还有尾门呢 它的门槛的地方都是新增了金属踏板看起来也有豪华感的增加 当然我觉得最尊贵的是前排的两个门已经变成了电锡门 这个对于一个豪华MPV来说真的是相当的重要 那放眼现在市面上很多的豪华MPV车型呢 确实都没有给到这个配置 包括之前的这个理想的Mega 我在室内台车的时候我觉得差一点意思就是这个门侧门 它如果做成电锡那个豪华感真的会增加很多 没想到24款的腾式D9已经给你加上了这个非常贴心的配置 前排呢它还新增了一个车内的流媒体后视镜 那对于一个大MPV来说呢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离后面的玻璃太远 而且就是如果我装大件行李的时候 有可能会把这个后玻璃给挡住 那有了它会变得更安全一些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后排到底有哪些升级 后排的升级呢虽然不多 但是全部都解决了痛点 第一个就是 标配了小桌板 之前确实是没有 对于一个商务或者是家用车来说呢 好像真的不够好用 那现在这个小桌板上面呢还有很多凹槽 可以很好的去放手机啦 水杯啊 甚至它这个槽还可以很好的把你的手机横在这里 相当的方便对吧 另外一项重要升级呢 那就是这个带压缩机的智能冰箱了 那它现在是支持零下6度到50度的一个温区调节 相比以往那个不带压缩机的版本呢 确实这个要好用太多了 是一个真的冰箱 聊完了升级 我们看一下藤士D9还有哪些亮点 首先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这个物理遮阳帘呢 作为一个豪华MPV来说呢 这个真的非常重要 那另外它的座椅自然是非常的豪华了 那在我手边呢有这个小的屏幕可以去调节非常的多东西 这个不仅能够让它看着更加的尊贵 而且我调节的时候呢也是足够的直观 你看我在这里可以调节座椅啦 还有像氛围灯 以及这个头顶的天幕等等的一些功能 二排座椅自然就不用多说了 一键零动力非常舒服的座姿 然后前面还有个小电视可以看 恒斯D9的第三排虽然没有这个空间大的离斧啊 但是确实它的舒适性相当的好 首先第一个点就是过道很宽 那我走进来很舒适 那另外呢就是这个坐垫的长度深度是够深的 所以我的身高一米八二坐在这里 腿部的支撑是非常好的 另外就是它的坐垫高度也足够的高 我的坐姿呢也是够舒展 而且头部空间还有挺多的 反正这台车我觉得已经比很多的 城市SUV的第二排要更加的舒适 因为它的座椅不仅软而且非常的厚 好了以上就是指南小报告 关于2024款腾式D9的全部内容 真的难怪这台车这么能打 会干掉G18成为这个级别的消贯车型 不是没有原因的 因为它太过于全能了 你像在空间表现上面 前排不管是坐姿也好配置也好 它能让驾驶员非常的舒适 那第二第三排自然不用说了 也是这个级别这个领域当中第一梯队的表现 同时行李箱的空间也非常的能装 但最重要的我觉得是这个DMI的系统 那这一套混动系统呢 让这台车有了一个非常好的燃油经济性表现 包括在亏间状态下它的油耗同样是很低 另外呢就是续航又足够的长 同时它的动力输出还是足够的柔顺 再加上这台车有的很厚重的底盘表现 这些都构成了一个豪华MPV应该有的一个素质 那另外呢就是2024款车型呢 又针对旧款做了非常多针对性的改变 所以我在使用在体验完这台车以后呢 我也发现它确实比我之前体验到的D9要更加好用 所以如果近期年的老板需要一个一上一家的 而且又能跑长度的豪华MPV的话 我觉得腾式D9确实是一个挺好的选择 谢谢大家